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香港的時事 現在香港真的是出事了 因為現在 就是 逢是哪一天沒有大都會 的新聞 那個才是新聞 為甚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香港 再繼續 接二連三 不停 發生大都會事件 由最恐怖的 鑽石山 荷里活廣場 率先引爆 實際上 早在這件那麼恐怖的事件之前 其實香港 已經不斷 湧現這個大都會案件 到了 鑽石山事件 真的可以說 是去到巔峰 但是 現在並沒有 任何停止的跡象 香港人 壓力爆爆 不用說了 現在連很多 就算不是自稱香港人的人 都壓力一樣爆爆 計算鑽石山之後 就是發生 幾個 都是附近地鐵站 然後就是彩虹 還有黃大仙 整條觀塘線 好像 沿著一條觀塘線 一直出事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到了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法 希望有能力的各位繼續支持 現在的反對派媒體實在是越來越少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員工在養 所以其實 也是要非常勤力才行 我們本台也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 記得努力幫忙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烏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你一定需要 出少少力 這個你一定做得到 請大家努力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我們再提醒大家 我們繼續在6月24日 即是 星期六 兩個星期之後 舉行倫敦的網聚 這個是本台升旗易得道的網聚 加這個 RHKTF Academy 即是 自由香港學院 的一次推廣活動 我們 這次 是會有小食的一個網聚 會在 是倫敦的市中心的南邊 即是近市中心 但是就是南邊 絕對是方便 所有倫敦 附近 所有的人 只要進入倫敦 地鐵一定能去得到的地方 請各位盡快報名 因為這次名額是有客 因為我們這次不是大型網聚 大型網聚 我們也會用較長時間通告 這次是小型網聚 所以通知時間較短 因為場地有限 所以這次 人數也有限 希望大家盡快報名 星期六的下午 2時半左右 我們回來了研究這個 香港大都會事件 有很多香港人 陷入恐慌 因為不停發生 大都會案件 首先 最驚人的發生在鑽石山 荷里活廣場的裏面 然後 昨天 又爆了一宗 就是在這個彩虹附近 牛池灣 牛池灣的行人隧道裏面 又是出現了這個大都會的案情 詳細的內容我就不描述了 因為 免得要黃標 黃大仙 然後又出事 又是在商場裏面 更加是引起 香港人 還有警方也大為緊張 派了大量的人 甚至乎是反恐特勤隊 出動 手持大量的盾牌 進入商場裏面 結果 原來 是一件叫做大都會餐刀事件 也是大都會的刀 我們說這些話題的時候 就是要小心 因為YouTube實在太敏感了 好了 就是在9日 今天下午的時候 又再爆發這件事 有人報警求助 說給人 追趕 大批 就是警員到場 還要包括反恐特勤隊 氣氛非常之緊張 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居然 在吃飯的時候 吃飯的時候 跟旁邊的桌子 中三 中四的學生 叫做眼超超 就是瞇瞇甚麼 你不瞇瞇我 怎麼知道我瞇瞇你 你瞇瞇我先的 居然發生了眼超超 大都會事件 亦有網民 問 眼超超 都要被人追 李超超 當然大家知道是誰 這個也頗有趣 如果眼超超 就要被人大刀會事後的話 李家超 貴為大刀會之首 一早就應該大刀會招呼他 現在在 香港說這個李家超 隨時被人告你 說你煽動 用大刀會的方式對準李家超 所以在香港的網民忍口 留給我幫你講 我們如果對付李家超 現在 就不是大刀會那麼簡單 大刀會 是小菜 還有很多其他各種的方式 香港 繼續是這個 警察 警察 除了是因為有訓練 有裝備之外 基本上 沒有任何值得你懼怕他的地方 雖然這次 警員立即到場 但是發現 其實也是一個虛驚 因為 整件事原來跟吃飯有關 然後 就是跟中學生眼超超 然後 就出現了大刀會餐刀 刀還是大刀會的刀 香港一而再 再而三發生同類型的事件 有很多人就問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個地方 真的 是生病了 有很多人就問 建制派 什麼時候立法 去規管這個用餐 用餐實在是太危險 用餐的時候 也出現大刀會事件 現在 在香港 無論發生任何事 都是用大刀會的方式來解決 亦有網民貼貼麥當勞 麥當勞的早晨全餐 就是已經轉了是用木刀 當然 那個木刀 就不是日本劍道的木刀 而是 跟雪條棍差不多 應該 大力一點也會爛那一隻 真的認真去說 香港為甚麼不停發生類似的事 這個絕對 是跟這個壓力有關 社會極度不公 沒有人相信 那個 拿著公權力 的這個流氓政府 能夠解決問題 包括大量原本壓住下去 給中共和港共的人 即是藍絲 他們覺得原本 對付了所謂反對派 所有東西都會變好了 沒有了 其實他們的做法 跟向著流星許願差不多 是一個自我安慰來的 其實是更壞一點 我不想貶低這個流星 我認為 香港的藍絲 想經濟變好 期望港共這班人渣 他們的行為遠遠 真的讓你 向流星許願 又或者 你去找黃大仙 這些完全是幻想來的 所以壓力爆布 社會不公 制度崩潰 信仰信心全面崩潰 國內為甚麼經常發生這些事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 很悲觀地說 香港 真的是 你這樣的狀態 是陸續有來 這個 也是 一個叫做壓力的表現 一個社會矛盾的表現 社會 是PK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繼續有大量的業主 被發展商出賣 然後 啟德又被政府出賣 然後 反對填海 又要拘捕又要鎖 六四集會 不單止不讓他去維園 進化到 有蠟燭在家裏照拉 上門拘捕人 不是去集會現場才拘捕 穿黑衣不用說啦 車牌六四又拘捕 快要520 5201314又拘捕 可能 真是叫做metropolitan 大都會又拘捕 港大都會又拘捕 你這樣搞法 怎麼會不變大都會呢 其實國內 他們有個錯覺 覺得這樣叫做維穩 其實中國大陸也是在醞釀 一定會來個大爆發 白紙革命 是前菜 白紙革命 我認為絕對是更加大的革命 的一個 非常之早 的一個先兆 其實跟香港 在2014年爆發這個散運 是一模一樣 香港如果再度爆發 下次的對抗 下次絕對 應該一定是革命 真的請各位 做好心理準備 做好一切萬全的準備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話題